每个朝代都会有那种代表性的皇帝 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最强帝王 比如西汉有汉武帝刘彻 东汉有光武帝刘秀 唐朝有太宗玄宗 北宗有仁宗 南宗有孝宗 明朝有洪武永乐 大清也有康云前 道德三皇武帝功名下户商周 西雄五霸斗春秋 清可兴亡过手 那么咱们聊朝皇帝中的战斗集呢 就应该是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聊圣宗耶律龙旭 这个圣字呢 它就不一样 因为圣是个完完全全的包一词 专门用来指那种道德和智慧 都极高的理想人物 聊圣宗即位的时候呢 只有12岁 这个年纪说大其实也不大 因为彼时的他缺乏政治历练 他也无法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残酷性 但是说他小他也不小了 他也不是那种仍然在墙堡之中 哇哇乱叫的小朋友 他也已经有了探索和了解 这个王朝的欲望了 这个时候的聊朝 头号掌权人物 是耶律龙旭之前的皇帝 也就是他的父亲景宗耶律贤的妻子 当年的萧皇后 如今的萧太后 主少国遗亲妈辅政 在封建王朝的进程中 这是很合理 而且萧太后这个人 她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改革家 大有名气的辅政太后 使太后权顶流几边 并且 萧太后有屡武之能 但却没有屡武之恶 刘邦的皇后屡志杀尽功臣 大唐女皇武则天 连儿子也说费就费 同时期的北宋太后刘娥 虽然说手段并不残忍 但是刘娥活着的时候 可是把权力手掐把纳 一天也没给过孙仑宗 而萧太后却是一个典型的 保姆姓太后 亲力亲为的把叶宇龙戏 给培养完事之后 立刻就把权力还给了皇帝 萧太后执政的时候 还曾经和北宋 牵引了著名的缠冤之盟 宋辽两国霸兵沿河 你也不打我了 我也不收拾你了 取而代之的是 和平建议要开放贸易 辽朝管北宋教大哥 北宋管辽朝教老弟 同时北宋还年年 都给辽朝发放大量红包 我们要知道 在此之前 宋辽之间可是整整打了 25年的仗 有些时候战争不是恢恒的 不是壮美的 而是惨烈的痛苦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在一场战争中 只会沦为一个小小的数字 而出现在伤亡报告上 现在不打仗了 边地百姓的日子 可以说是好了不少 史书中是怎么形容 当时宋辽边境的情况的呢 生育繁息 牛羊背矣 戴白之人 不识干戈 人们开始生息繁衍 牛羊也遍布山坡 村里时常有白发披肩的老人 居民已经很多年 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模样 这真是战乱纷争 不断的历史中 难得的温馨一幕 因隆续亲政之后呢 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勤劳正式 关心百姓 重视农业发展 提倡科技强国 把辽朝治理的 那也是相当哇塞 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禅元之门的签订 给了宋辽两国 稳定发展的机会 人一稳定就会懈怠 北宋的真宗赵衡 和辽朝前往河洞之后 立刻跑去东风西四 但耶律龙旭 却是一个十分脚踏实地的人 选拔人才 整顿励志 完善法律 解放奴隶 注重民生 时常救灾 在大臣和群众之间的呼声 不是一般的搞 殷龙旭在大辽邦的热火朝天 从北宋却传来了 宋真宗驾崩的消息 北宋皇帝驾崩 哭得最凶的 不是嫔妃大臣 不是公亲百官 而是隔壁朝的皇帝 耶律龙旭 一来 这个耶律序担心真宗一死 北宋的新皇帝上台之后 还会不会继续遵召合约 搞和平发展 万一他们四毁禅员之盟 大举入侵 免不了又要战端再起 战火纷飞 到时候不仅老百姓受罪 自己肯定也焦头烂 二来 这个宋真宗照衡 比耶律序大两岁 俩人出生的月份还是相同的 听到真宗厌家的消息 耶律序难免伤感 因为两人年纪相差无几 真总都领可犯了 那自己也不年轻了呀 自己不年轻 那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生命在眼前流逝之时 虽然是帝王 也只能是甘瞪影 不过很显然 因为北宋真宗之后的北宋人宗 更是一个保守派主张和平 所以宋辽之间的和平道路会 一直走下去 他们曾经用刀剑来寻求和平 但他们不知道 和平只存于自由之下 在皇帝岗位上 勤勤恳恳地干了49年的 耶律序最终病逝 十年61岁 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看到了当年威严的父亲景总 看到了对他敦敦教导的母亲 肖戴后 回忆起了聊上经 一望无际的塔林诗碑 回到了有老哈河和希拉木隆河 环抱的故乡 可悲的是 人生终究不能再来一次 可喜的是 人生没有必要再来一回 圣总死儿子耶律宗真几位 也就是聊星总 大聊小皇帝标配 那就是都有一个垂帘听证的母后 当年耶律序旭位的时候 是他的母亲萧太后萧绰辅证 而现在耶律宗真几位 则有宗真的母亲萧脑金来辅足 不过很简然 虽然萧脑金和萧绰都姓萧 但二者之间可是相差了 不止一个唐言 这个萧脑金呢 不太忠于儿子耶律宗真 反而对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 耶律重元多有爱护 甚至一度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 废除耶律宗真 用力耶律重元为新帝 但滑稽的是 萧脑金机关算尽 为耶律重元筹谋 但耶律重元根本就无心皇位 而是提前就把母亲的计划 泄露给了兴宗耶律宗真 耶律宗真一听这不行 立刻就把母亲萧脑金软禁了 朋友们 耶律宗真和萧脑金不是名义上的母子 而是亲生母子 俗话说虎独不食子 然而权力的形变 却将至亲至爱之人逼上了绝路 亲情如此 辽朝当时的国力也开始出现了退步 耶律宗真虽然叫做辽兴宗 但是他治下的辽朝 却并不处在一个太平康乐的时代里 首先辽兴宗一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名臣了 连平庸之臣也没有几个 大部分都是坚定当权 游牧民族也有乱山贼子 这帮人搞混政治 搞乱民生 辽朝百姓的日子 很快就开始不太好过 辽兴宗本人呢 还不像北宋的人宗赵真 因为人宗赵真 就算是没有雄才大略 但至少人家懂得 老老实实的做守城之主 然而辽兴宗却十分能折腾 我们知道 北宋和辽朝中间夹着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 西夏草创期的时候 由于比较弱小 所以他的动向一直很摇摆 北宋强大的时候就和北宋婚 辽朝强大的时候就跟着辽朝点 后来党项人里边出了个狠人李元浩 收拢党项势力 正式建立西夏王朝之后 就彻底摆脱了宋辽两位老大哥 转而采取了既和北宋叫板 也不给辽朝面子的国策 北宋人宗做辩良 宋人宗那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但也架不住西夏这么嚣张 所以北宋和西夏连年作战 双方都因战事吃了不少亏 后来只好坐下来和谈 好脾气的宋人宗都出兵了 那脾气一般的辽行宗当然也忍不了 也出兵西夏 而且有很多次都是御驾亲政 然而 西夏和任李元浩在打仗这方面不是吹的 辽行宗的亲政西夏 就如当年宋太宗亲政辽朝一样 最终自讨苦吃 只能是败幸而归仓皇而逃 直到李元浩死后 辽行宗才在对西夏的作战中 战争胜利之后 兴隆皇帝在辽地巡游 在路途上染病去世 不过40岁 辽朝的皇帝很少有在宫里没的 大部分都是在行军路上 或是巡游途中去世的 一来辽朝武德充沛 很少有花架的皇帝 也很少有玩笔杆子的 要打仗基本上都是御驾亲政 二来辽朝采用武经制度 也就是在名义上有五个都城 所以皇帝一天到晚 就以这五个都城为轨迹四处专用 所以很少在宫里停留 文草纲目秦部记载 雕出辽东 最郡者位置海东青 辽地有一种特有的猛禽 叫做海东青 凶猛无比 处于十无连的顶端 几乎没有天地 辽朝的皇帝 每年春天在鸭子河 也就是松花江边上 放飞海东青 让他们捕猎天鹅 捕到的地支天鹅 要百艳庆贺 称之为头鹅艳 他们秉持着身体和灵魂 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的原则 往往如他们所想的海东青一样 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 振持高飞 永不驻足 直到生命的终极 此时艳家有点遗憾 但辽行宗还是勉强合格的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辽朝的皇帝 普遍汉化程度很深 也就是文化水平都很高 比如刚才的辽行宗 他还经常自己创作书法作品 然后和北宋人宗相互交换 互为票友 但他们却始终保留了 游民族生来追求自由放纵的天性 他们的身上心里 似乎并没有如中原皇帝 那么沉重的王朝担子和兴帅人武 契旦人在从南北朝时期以来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沉浮和起落 使得他们明白 这世间有太多的粗乎饥放 人生不是一场打卷 而是一场体验 所以他们愿意尽兴 哪怕是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海东青啊海东青 掀起你的翅膀吧 带着我的灵魂走遍天涯海角 飞越云端天际 走向属于我的永恒 超越这个时代 在未来找到更为深邃的理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天后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